系列里面我跟你讲到属灵的产业 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把一项一项的产业给了我们 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把不只是认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上帝也要再用各样的产业来栽培我们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 capable的人 那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主题是很难无据 但是还没有跟你分享这个主题之前跟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有一位强盗破门而入到一届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呢住了一对夫妇 然后呢就这个强盗呢就绑起他的两夫妇绑起来 然后呢就把家里所有贵重的东西 金银主宝都过哨一空之后呢 然后那个强盗拿着枪指着那个女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女人很颤抖的很害怕的 我跟她讲我叫美玲 然后那个强盗说算你走运 我妈也叫美玲 我不杀你 然后她就指着那个男人她的丈夫说 用枪指着她说很生气的说 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男人哭着眼泪 其实我也叫美玲 你明白意思吗 因为第一次她讲叫美玲 她没有杀她 因为她强盗的妈妈也叫美玲 然后那个男人害怕 为了要逃过时间说我也叫美玲 希望那个强盗不把她杀掉 所以害怕 兄弟妹 今天的主题是坦然不惧 如果 如果你还没有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 读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经文 读一段经文很短的经文 从十二节 第三章十二节 以佛所书第三章十二节 以佛所书第三章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用圣经耳本读给你们听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据 独信无疑的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 上胆 这圆是你们的荣耀 十四节 因此我在佛面前七夕 十五节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十六节 求他按着他荣耀 丰富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十七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高 常阔高盛 十九节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 你今天把我们一切的害怕 一切的惧怕 心中的惧怕 一切心中的怀疑 不安 不幸都挪掉 让我们谈谈 能够谈谈真正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讲的 泛胆无惧的 能够独信无疑的来到神的面前 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 吸收或者接收 从你上面而来的胆量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 今天要跟你讲一个课题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这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 尽管人类已经 踏进了科技尖端的时代 尽管我们 已经探缩了 胡数的领域了 尽管我们征服了夜球 我们已经登上了夜球了之后 但人类 始终克服不了他们心里面的恐惧 恐惧是人类最难 也是最克服不了的问题 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充满着不安和害怕 对还没有知道的事情 未知的事物 我们充满着弹簧和忐忑 对掌握不了的事物 更不用讲 我们充满着没有安宁和稳定 有些人 比如说 有些人对黑暗很害怕 他很怕去看很暗的地方 有些人晚上不能关灯睡觉 因为他怕黑暗 因为他惧怕 有些人对大自然很害怕 比如说 一稍微的闪电打雷 他就很害怕 妈妈 跑去找妈妈了 就是一种的害怕 有些人对那些蛇虫属养 有些怕蟑螂 怕心疼 种种这些一种的害怕 OK 但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怕 诶 你的害怕又是什么呢 今天你的害怕又是什么呢 今天神的话 也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这一切 我们来看 第一 刚才我们读了 在 我们 可以坦然无惧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阴性就在他里面 犯胆无惧 这个犯胆无惧啊 在言文啊 叫做 巴勒西亦 大家讲巴勒西亦 巴勒西亦 这巴勒西亦不是过去的 以前你很厉害 很勇敢的爬圣西山 那个是你以前的事情 但是啊 这里巴勒西亦的意思是 现在的 present then 就是现在仍然有的 所以以前做过什么东西 那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现在讲的 圣经讲的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啊 就在他里面 在哪里里面 在主耶稣里面 可以犯胆无惧 可以巴勒西亦 就是说 这个巴勒西亦的意思就是 坦然无惧的信心 犯胆的 勇敢的 有把握的信心 会引起别人注意 或公开的行为 有吗 问问看自己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上帝的应许说 你可以拥有这个 犯胆无惧的心 然后呢 这个犯胆无惧呢 也意味着 没有惧怕啦 免于一切的恐惧 也不担心自己被拒绝 就说 哎呀 不知道一天我能不能上天堂啊 会不会耶稣不要 不要我啊 这种的害怕 OK 他意味着免于一切拦阻 祷告的意念 就说 如果当你有犯胆无惧的时候 你可以任何时刻都能够祷告 能够相信神听你祷告 神不因为你的好行为来听你祷告 神不因为你的 你的前程来听你祷告 而是因为 上帝把那个坦难无惧 这个泛难无惧的放在里面 你可以随时来到 父神遇见 主啊 祷告 主一定听你祷告 这种放心 那种的放心 OK 然后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依靠信靠 是根据一件事情 就是借着基督自己 他是我们信心的根据 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字 叫做 独信不移 独信不移 独信不移在希腊言文叫 他说 很难读吗 很难读吗 是十分完全的信任 信心 信赖可靠 完全没有一点的不怀疑 就是完全的相信 完全的依靠的意思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这种的信靠呢 不是凭着自己的兄弟妹 乃是基督将 乃是基督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就不可能可以祷告了 我们就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的 然后呢有一句话 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学过 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上个礼拜我跟妳讲过 Prosagoga 是一个 Prosagoga是一个 有一个通道 有通道可以接近 有经过引导 或者入场圈 你可以入场进去里面 你可以进入场圈 你去看演唱会一定要有入场圈 所以呢 Prosagoga 就有一种路程给妳去 有个通道 你可以到上帝面前 靠着谁呢 圣经讲 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来到上帝面前来 然后呢 Prosagoga很好的 华语可能没有一个恰当的意思 在福建化 就有一个很恰当的意思 就是 有路 有路 有路可以走 有路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给我们这个 有路 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有些 有些字啊 在福建化是蛮有意思的 有些字 用中文来读 就没有意思了 有路 有路来到上帝面前 然后 所受 然后他说 所以我求妳们不要因为我 我因妳们所受的患难 善党 这也是妳们的荣耀 记得 兄弟妹 这本书呢 我曾经讲过 是保罗在建议里面写的 在这里 保罗又再次的提醒我们 提醒大家说 不要因为他做监牢 而害怕 而善胆 而失望 我们看到 所以呢 反而呢 保罗说 这是妳们的荣耀 所以呢 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concept 和idea 就是说 我们能够 如果我们有机会 能够为耶稣来受苦 这是一件荣耀 哪怕是妳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 什么 胡风胡浪 无惊无险的 那就是很可怕了 妳这一辈子就白过了 但是妳经过很多的风浪 仍然妳可以感谢神 因为妳会看到 妳会看到耶稣与妳同在 我常常 我做任何东西 我觉得我在 比如说在新港教会 我不觉得说我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我相信 我敢犯胆很相信 就是主啊妳在前头在做 如果你不来这里做 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才是重点 所以一直祷告 我一直祷告不是说 上帝啊妳叫 妳给我人 我从来没祷告 上帝叫上帝给我人 我说上帝啊妳来前面做 妳在我前头来做工 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做工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做的都是白费的 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在我们同工 因为上帝不愿意认得 教会是荒凉的 我真的我心很痛 我看到教会荒凉 好像以前我刚刚去到 哪个干坡马云的时候 才23个人 23个人 这里还好啦 我们屋顶还有破洞的 Imagine聚会的时候啊 下雨要拿雨伞的 哪有教会去教会啊 教会聚会当中 一半的时候下到雨 下到雨要拿雨伞的 你们都没有经历到这样的情况 很荒凉 心都凉了 然后呢 那个椅子啊 不是这样 椅子是有 是有骨身的 但是它是骨身的 跑出来的 女孩子不小心坐下去 那个裙子 裂了 这样 还有那个地啊 这样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摩摄的 但是摩摄是裂开的 那雅各就知道了 那当时的教会 他有去过 那个摩摄就裂开的 你不小心走 走不平地道 哎呀你会跌倒的 然后呢 整个屋子的那个 夹构的那个竹子啊 是生白蚁的 因为外面 以前 外面 如果你现在去恩典 你看到什么都很漂亮 以前有一个红毛丹树的 奇怪 教会来的 种什么红毛丹树 在教会做什么 因为种红毛丹树呢 就引了很多的马 白蚁过来 所以整个教会的 那个栋梁啊 那个主要的柱子啊 都被白咬到空了 那照片 你可以看到 书子在整理以前的照片 就看得到 哇他们在白羊的白白 白白胖胖啊 梅子 大大字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 建立的教会 我们也没想到 我们在短短的五年里面 努力在新港 在做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今天的 result 我们不只能够复兴了新港的 然后有一次 我们现在我们 我们整个 full attendance 是26个人的 其实是 有的已经去 读大学了 是啊 去读大学了 有的搬家了 那个 有的已经是 从北海的 也不来过来 也去去母堂教 我们总共有20 但是 证明我有做工 我看到果子的 其实是 但是 渐渐的搬家搬家 去大学大学 假期的去假期 我们又回来 现状 成下十个人了 我们要努力工作了 你要跟牧师一起配合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人不只信仰耶稣 上帝要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拯救灵魂 所以你要一起 一起同工 我们 看我们能够为这间教会做什么 以后 如果新港教会被建立起来 复兴起来 你们都是 跟上帝一起同工的 大工程 你在天上是有赏识的 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一直鼓励你 你建立上帝的家 上帝就建立你的家 我从来没有 为我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或者求上帝 求给吃我什么 但是 我每次 我都为上帝做工的时候 上帝满足我的需要 上帝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也不用祷告 上帝就给我了很多的 很多个 祝福我很多 所以我鼓励你 建立上帝的家 那上帝也建立你的家 所以呢 患难不是不好的 人很怕患难 人很怕苦 今天上帝保罗说 不要怕患难 反而 不要因为这样而善胆 因为反而这是我们的荣耀 那我们看下去 因七夕祷告 因七夕祷告 我们不 我们坦然无计 因为因七夕祷告 跪下祷告 那请记住 如果你过去的一系列的讲道 的那个 属灵产业里面来讲呢 这是保罗第二次在以佛所里面的第二次祷告来的 第一次他为圣徒来祷告 教你们有启示的灵 有智慧的灵 有大能大力的灵 然后就是为你们祷告 也能够安息在主里面 还有就是这系列 然后到这里 他又在第二次跪下来祷告 因此我在父面前七夕祷告 那保罗在整个整个以佛所里面呢 总共有用了这个字三次 因此 因此就是之前的原因的理由 所以因此我祷告 所以呢你看到因此这个字呢 在一章十五节他用到因此 三章第一节他也用到因此 从到这里三章十四节 他也用到因此 也用到因此 就是说 就是表示说保罗 不管再怎么样情况 都可以成为保罗祷告的理由 因此 他都因此带进祷告里面 对于不祷告的人呢 任何情况都可以成为他不祷告的借口 借口 借口不祷告 所以呢保罗祷是找机会 祷告 找机会来 古代的犹太人呢 通常祷告是怎样祷告 是站着祷告的 但是 有时也会跪下来祷告 特别是大患难 心灵极度不安的时候呢 祷告便跪下来祷告 表示很恭敬 表示很事态很严重的时候 他们就跪下来祷告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谁呢 赶快打电话给doctor 打电话给lawyer 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的爸爸 打电话给我的妈妈 是吗 你遇到 有一道 你生命当中 第一道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先找谁 保罗的态度很明朗 保罗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七夕跪下祷告 他很清楚 他生命当中最重要 关键危险 危机来的时候 他懂得跪下来祷告 他懂得第一个帮助 不是从人来的帮助 第一个帮助应该求神来帮助他 所以他七夕来祷告 这个七夕呢 也代表着你很 极深的敬畏 极深的感谢 极深的谦卑 极深的祥福 当一个 当我们 我们这个人啊 真是体认到自己的渺小 不配 还有神恩典的浩大 全能的弧线 荣耀的 崇伟 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心态 来跪下来祷告 也许有些人啊 外表上 你常常看他跪下来祷告 可是他内心啊 是没有跪下来的 我不鼓励说 来教会 一定说 不用跪下来祷告 因为穿的美美嘛 但是有时候你不方便嘛 有些人穿裙子 你很难跪嘛 我也明白 但是心态 很重要 就算你没有跪 但是你心态里面是 七夕跪拜的 这比较重要 而好过那些 只是外表做很虔诚 又有眼泪那种 跪下来 可是心里面去远离上一的 哪个比较 比较重要 我觉得内心比较重要 那个跪下来祷告 表里不义的敬拜 不能讨神的失业 就是外表和里面的 不一样 是不能讨失业的 七夕呢 是信徒 战争犀利的兵器来的 魔鬼最怕 基督徒跪下来祷告的 每一次 基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魔鬼都说 惨的惨的 他们在祷告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曾经有讲过 可能你忘记过的 你已经听过过了 再听一次 你知道吗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所有的十二个门徒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膝盖 膝盖的地方 都节俭了 为什么会节俭呢 因为他们长期跪下来祷告 祷告到他的膝盖剩了一层死皮 每一个人都这边 从膝盖到下面到这里 都剩了一层很厚的皮 因为长期祷告 这就是他们祷告的果效 和祷告的见证 拿起你的脚起来看 没有节俭嘛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切少的 我是有节俭的 但是我节不是节在这里 我节在旁边 因为我常常跪的时候 跪太久很重 我很胖 跪太久我就把脚側一边了 我这边就很多的节俭了 因为脂皮身在那边 所以你要常常祷告 而且啊 我曾经有讲过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地方 你去参观 当时十二个门徒 耶稣升天之后 去那个房间 祷告的房间 叫马可楼房 有机会去旅行 去以色列旅行后 一定要去那个房间 你去楼上他们祷告的地方来看呢 每一个地板 是木座的地板来的 这木座的地板啊 全部的那些木板 曾经有好几个地方 都是凹进去的 为什么凹进去 他们跪下祷告 祷告到那个木板凹进去了 难怪今天的教会不复兴 应该缺乏祷告 早期的教会那么复兴 他们常常祷告 他们祷告到那个木板凹进去 我说主啊 我也要试试看 到底怎样凹进去 我都祷告那么久 我都没看到我的地板凹进去 他们真的是用力来祷告 七夕来祷告 然后 这样东西我要告诉你很重要的 你要看这个 这个 所以 天上地下 各家都从他得名 这个得名啊 这言文叫做 onomezo onomezo onomezo的意思就是 被命名的意思 所有被造 被创造的物 所有被创造的东西 都是从创造主得名的 所有被生的 都是从生者得名的 从他得名的意思 也就是从他得福的意思 对 同样意思 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名分 今天你是上帝儿子的名分 所以你就有蒙福 如果你不是上帝儿子 你不要讲祝福 你希望祝福吗 你有祝福在你生命当中 你必须是有名分 这个名分就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今天我要 要你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人都很讲名牌 很讲名 哇 估计的吧 哇 什么 我没有用名牌 很少用名牌 哇 那些都讲名 你知道你追求那些名牌 都是人的名牌 什么 什么 LV 路易 我没有用 我不知道怎样 就是LV的意思 这些都是人的名字 好不好笑 我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我真的有这种很深的感受 我就跟你分享 很多我们啊 我们没有自信到一程度 我们自己的名字都不用 用别的名字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才觉得自己有自信 我穿LV 我用cucci的包 才觉得你是有standard的人 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名包 所谓的名牌 都是别人的名字 你知道吗 你要拿别人的名字套在你自己的身上 才有 才能够觉得 哇 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 所以我不追求名牌 不是因为什么 如果那名牌的Quality很好 让我用 我就会买 但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哎呀 我很喜欢LV的 我就拼命买一些LV的东西 这样的追求 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可怕的 然后呢 世界上都追求啊 最疯狂的 追名助力 可是啊 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啊 圣经告诉我们说 天上 地上 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的 onomezo 因为说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啊 不管你有名字有多大 你的名字有多响亮 也只是过远云烟而已 就是一个战士而已 你的名字不会带到天上的 因为呢 上帝做一件很讽刺的事 就是你回到天上的时候 上帝亲自给我每一个人 新的名字 是你和我都不知道的 我现在叫mike 回到天上 不再叫mike了 叫什么名字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说牧师那里 那里 谁讲的那里有 我给你看圣经里面 启示录第二章 十七节说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马那 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百石 池上有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能人认识 上帝说回到天堂 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你不再叫树真了 你不再叫伟伦 你不再叫Barnitas 你不再叫Janice了 你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有给你 特别的名字 这名字是上帝定的给你 所以何必在世界上 追求名利呢 追逐名呢 这名字是暂时在地上用罢了 回到天堂 上帝有给你一个名字 是呵护你的名字 是跟你的个性 跟你的整个人有关的 所以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我今天 Michael 是一个人家容易称呼我 欸 Barser Michael Barser Michael 是这个胖胖的 戴眼镜的这样的人 是一个代号而已 但是名字呢 是上帝给的 一天回到天堂的时候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看下去 所以不要追求名利 不要追求名 在这世界上的名 我恐怕 我最怕的是什么 你在世界上追求名利之后呢 回到天堂 你什么名字都没有 这是才最怕的 然后保罗祷告的特色是什么呢 保罗祷告的特色是绝对是属灵的 他关切的是信徒的属灵的光景 而不是物质的享受 然后保罗祷告 跪下七夕祷告的是具体的 他祷告绝不是一个空话的祷告 是而且 而是非常具体 有内涵有内容的祷告 所以 基督徒处理生活的难处的时候呢 这方式 并非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要用step1 2.3去解决 不是的 而是先对付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 今天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想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 是不是我的属灵生命有了问题 而不是找很多的方案来解决 一切的生活 习惯生命 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关 所以呢 基督徒要对付难处的方法 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可以掀起这个抵抗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属灵的抵抗能力呢 讲什么都没有用 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point 因心里刚强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谈的东西 因为心里里面刚强 然后 我们来看几个 这个比较长一点 所以要花一点时间 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丰盛的希腊言文叫做 Protos 意思说就是丰裕 充裕 忧裕 丰富的意思 就是说 神根据他丰富 荣耀的丰富 而做工在我们身上 然后 叫我们心里面刚强 这个心里面 心里力量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心里力量的言文 这里心里并不是真的心里 而是讲做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我们 这些能够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人 但是保罗说里面的人要刚强 内心啊 内心的力量就是里面的人的意思 里面的人要刚强 刚强意思说坚强啊 有能力啊 强健啊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不是人的作为来的 不是人要刚强就能刚强的 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你有惧怕吗 正常的 因为从小到大 你被灌输的都是怕的 你看小孩子啊 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还不会走的时候 在地上爬的时候 他什么都敢做的 他不知道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 他什么都敢做的 可是我们一 渐渐的长大 我们越来越怕 怕 失败了 怕高了 怕低了 怕黑暗了 什么都怕 我们越来越怕 从小你问小孩子 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他们的职业很高的 要做lawyer 要做doctor 要做太空人 要做什么 可是越来越 慢慢的长大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梦想 越来越渺小了 要做什么 玩粮餐家 有饭吃就好了 想那么多 是吗 你看呢 从小 上帝被创造你出来的时候 你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是蛮有力量的 你是蛮有恩高的 你是蛮有信心的 可是再来到这世界上 这世界没有给你好的东西 都是给你消极的 不能成功的 不能做的 你跟他没有好结果的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吸收 你吸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不读报纸的 因为报纸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好消息的 报纸都是告诉坏消息的 偏偏人都是很坏的 人的特点就是喜欢听坏消息 不喜欢听好消息 那些不好的消息 有人跳楼 我们讲到完 哇 那个女孩子我认识了 从18楼跳下来 哎呦 那个叫阿玲咯 给我住我个壁罢了 我们讲那些不好的 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就传的一传 一传再传 一传十 一传十传百 可是 上帝告诉我们有好消息 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恐惧 我们能够从那里能够得胜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自己 愿意不愿意来 然后第二个日啊 我要你们注意的是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记忆 这个住在啊 在希腊言文叫做 Katoikeo Katoikeo就是 上帝愿意停留在你里面 上帝愿意完全的同在 完全的安顿下来 完全的住下定居在里面 今天 耶稣基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 我们怎么去查考 耶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 有 有这样证明耶稣住在你心里面 有 圣经讲 继续讲下去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记忆 一个 我们怎样知道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爱心就是一个凭据了 基督教的信仰的爱心啊 不是为了要行善记得换来天堂的一个理论 所以我们没有像慈祭 我们没有像那些佛教啊 一定要做好行善事 我们慈善 我们行善 我们去帮人家补息啊 做免费补息班 不是因为我们要行善记得 我们做这些好事情 派你给人家有饭吃 不是因为要上天堂 我们基督教的整个信仰去做那些事情 是因为有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 你有看见耶稣看见的 你有感动耶稣所给他感动的 不是因为要换天堂 所以你看呢 那些其他的宗教都跟你的概念就是 要用条件去换的 你要用好心啊 用你的善心 用你的善心啊 去换来天堂 但是基督教天堂不是换来的 天堂是你要白白领受的 你不配上天堂的 你和我都不配上天堂的 是耶稣死在死下 叫你和我能够白白的 能够上天堂去 而上了天堂不是这么样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所活 过的每一天日子呢 我们必须要有耶稣的爱来表现出来 而这份爱呢 不是普通的爱 不是自身拥有的 这份爱是有根有基的 神经讲 信心和爱心啊 是我们经历基督的条件 认识基督是要靠信心 享受基督呢 一定要用爱心 信心能使我们能够相信基督 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是一个事实 不是一句口号 缺少信心的人 永远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的爱心没有根基 我们没有根基的爱 是靠不住的 常常 属灵的时候就特别有爱心 没有属灵的时候就糟糕了 有根有基的爱就是受得起考验的爱 爱心不如不受过考验呢 就不能知道是真是假 只是理论而已 不是一个事实 在约翰福音 今天早上我才重新看过我的讲讲的时候 特别上帝给我一个经文 如果你有能够打开的话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这里没有啊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新页的最后的几本书 约翰一书 四章十八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他这样讲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了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英文说 perfect love cuts out all fear 今天你有害怕吗 因为你的爱没有完全 当你有爱完全的时候 你有完全爱主的时候 你的爱从神那里来的时候 你没有东西可以好怕的 你什么时候还有恐怕 害怕的事情吗 惧怕的事情吗 可怕的事情吗 你需要的是基督的爱 而且啊 所以我们要让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爱心有没有经过考验呢 有根有基啊 根和基啊 是一个很深度的东西啊 根在那里 根在地底下的 你看不到的 根是在生产在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 根越深 那个植物 那个树木就越强转 所以呢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 根基 根基 根是最深的地方 地基 我们建筑物要建的最高 地基要打的最深 也是很有深度的东西 也是最主要的东西 在教会的见证上 我们不可以只有肤浅的爱 你爱我我爱你你跟我好我跟你好 这种肤浅的爱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爱是来自主内 只有让耶稣永久地居安居在你的心里面 才有可靠有深度的爱 让耶稣逗留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你才能散发出基督的爱 然后呢 若不是因为他 我们实在乎无法 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 你生命中一定有的 一些人你认为不可爱的 但是你仍然要学习去爱他 因为你有基督的爱的散发出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能以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何等的残破 这个明白啊 言文意思就是 捉住获得领会的意思 是说心上的一种了解 含有用心去捉住一件事情 就是用心去捉住耶稣的爱 何等高升残过 在心理上呢 坚固地把握一件事情的意思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何等的残破高升 何等的残破高升 就是我们能够爱一个人呢 爱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任何一个人 能爱到一个不能再爱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了解 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 何等的浩大 如果你今天说 哎呦我不能爱他 我不能原谅他 我不能饶死他 你还不懂耶稣的爱 是何等的残破高升 当你能够去爱一个程度说 你说 主啊我slender了 我不能再爱他了 我已经 已经爱到一个程度 我喊 我投降了 你才开始 原来基督对我们的爱 是怎么样 基督的爱对我们 甚至是定在世界上 留下他的宝血 我常讲 耶稣的宝血说 如果天父说 呀我的 我的 我的宝贝儿子 我的耶稣啊 我流血流那么多 留两地就好了 如果留 剩下一点点 不要留太多 然后免得很伤害 天父没有这样 天父让他的儿子 留他的宝血 连最后一地 也留了给我们 这就是基督的爱 然后呢 不但我们 要和众圣徒一同的聚会 也必须一同明白 没有身体的生活 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 就不能明白 不来 也就是明白 也是有缺陷的 离群独处的基督徒啊 了解基督的爱 是有障碍的 就是不希望跟人家有相处 不希望跟人家在一起 不希望来聚会 不喜欢来参加 跟兄姐妹一起联合的人啊 他对基督的爱是有障碍的 不要把明白基督的爱 视为一个个人独有的经历 如果你怎样知道基督的爱 是从你身上散发基督的爱 那你怎样散发基督的爱 不是一个人 躲在家里房间 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走出来的 你必须让人家 去感 从你身上感受到那份基督的爱 所以呢 然后呢 你就能够 神就能 这爱能够超过个人所测度的 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你们 什么叫做神一切所充满的呢 神一切所充满的 意思是说 神所有的能量 神所有的力量 神所有的属性和 总共加起来 他的力量 能量 属性的总和 叫做神所有的 神所充满的 看到没有 当你能够让基督的爱 在你里面 产生的时候呢 神就能把他 所有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你 难怪很多基督 他过的生活是很败坏的 他过的 他的生活是很失败的 常常遇见很多问题 如果你生命当中 有不断不断的问题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 必须让耶稣 基督住在你心里面 第二 你必须要懂得 让耶稣的爱 从你身上 散发出来 第三 你才能看到 这个 上圣 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你 然后呢 最后 神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 超过我们 所想 所求 你想不想上帝 听你的祷告 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希望说 上帝 我求一个 我求一个 Nike的鞋 他结果得到两双 超过 意思是 超过所求 所想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 他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听他 是超过所求 所想的 但是 很多人啊 连想都不想 连求都不求 怎么会超过 所求 所想的呢 关键很多时候 你没有常常 想 没有常常想 也没有常常求 你怎么会得到 超过所求 所想的呢 兄弟姐妹 我们必须 先要有所想 有所求 然后才会超过 我们所求 所想的 赐给我们 若我们根本 胡所求 胡所想 神无法 为我们 成就什么 难怪 意思是说 牧师啊 为什么祷告那么久 没有事情 你有超过 所求 所想的 不要紧啊 有没有好 没有乎 不要紧啊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了 不要紧的 一天过一天 难怪啦 圣经讲 这个是应许的 我希望你把这个经文背起来 这个 每一次遇到很大的灾难 所以说 神 你必照着运行在我心里面的大力 匆匆处处 成就一切 超过我 所求 所想的 这是应许的 上帝 我遇到无论的问题 这是你讲的 你在我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 匆匆足足足 成就一切 超过我所求 所想的 我不会背中文了 我背英文了 以前我在英文教会的 我背的 我从小就背这个经文 每次我遇到这个经文 我遇到任何难题的时候 我就告诉上帝说 上帝 你的承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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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做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that we ask of things according to your riches and your glory 那每一观 观观难过 观观过 Now God is able 英文很容易 Now God is able Now Not the past 不是过去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 最主要是现在 Now God is able 神能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we ask of things 根据他的荣耀的丰富 我们 在主里面 不管只是要有所求所想 而所求的 不只是环境的 恒通 所想的不只是世界的福乐 乃是属灵的成就 和工作的推动 这样 神就照着我们里面 所运行的能力 要为我们成就一切 并且超过我们 所求 所想的 所以今天 兄弟妹 你可以来到圣灵面前 很 不用 你不用带着害怕了 不用为你的未来而害怕 不用为你的生命而害怕 不要为一些你觉得一直不能 不能 胜过的那些恐惧 黑暗啊 蟑螂啊 老鼠啊 神堂啊 壁虎啊 种种啊 和害怕 因为你可以坦然无惧的 你当遇到蟑螂兽 我奉耶稣的名 你遇到老鼠 奉耶稣的名 我告诉你我跟你讲见证 其实 我从小就很害怕一个人 我很怕黑暗 我是一个很怕暗的人 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 从小我就很小 很小我记得懂事以来三十岁 因为我家里的人几乎都 每天都讲 讲鬼啊 讲神啊 这些东西啊 鬼怪的东西啊 我从小就 被那些鬼啊 怪我很害怕 这是闭蜜啊 你们知道的 我很怕黑暗 我用很多年克服 我也是很害怕 我睡觉的时候 要开灯睡觉 不能关灯睡觉 因为我怕黑暗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我用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克服这些东西 我一直宣告 上帝你我同在 你看现在我去到那里 我一个人 我有时候一个人在教会整 间教会 我一个人睡 一个人住 灯都关到王都OK 我经历很多 我告诉你 可以克服的 我在讲这个讲讲的时候 我在想 我有什么东西害 我有什么东西怕的 我想来想去 我几乎什么东西 我这些都不怕 我曾经有 曾经是怕黑暗的人 但是今天感谢神 我已经克服了 因为我知道 我去到那里 最怕的是 上帝没有游门同在 如果上帝游门同在 我有什么好怕的 阿们 所以你今天有问题吗 有害怕 有惧怕的问题吗 你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 求神让你得胜 阿们 阿们